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淼因为不满意刘善给诸葛亮这么大的体面 所以上书把诸葛亮形容为奸臣 还说北伐劳民伤财 他一死应该举国欢庆才对 这件事惹怒了刘善给李淼带来了杀身之祸 后世认为这是因为刘善对诸葛亮是很尊敬的 不容许别人诋毁他 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因素而已 实际上刘善考虑的非常多 刘被白帝城脱孤的时候 刘善已经17岁 这个年龄并不能算是幼主 完全可以掌管国家 但刘被却许诺要是儿子不行 诸葛亮可以取代 这句话使得诸葛亮为蜀国鞠躬尽瘁 事无巨细全都要过问 刘善并没有惊天伟地的才能 根本插不上手 所以在诸葛亮的帮助下 跟个傀儡皇帝也没什么区别 能说刘善对权力一点渴望都没有吗 很显然不能 他身为一国之君 手底下的人基本上都以成将为尊 国家大事都是人家说了算 刘善怎么可能会满意 自己这个真正的主人没有一点存在感 所以他对于不能实行职权的情况 肯定是有不满的 那么李淼上书应该是说到了刘善心砍上 但为什么他会被杀呢 其实是因为李淼拍马屁的时机不对 太没有颜色 当时虽然诸葛亮死去 但是蜀国的军政大权并没有被刘善收回来 而是仍旧牢牢的把持在 蒋婉 江维等人的手上 他傀儡皇帝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变 如果刘善真的听从李淼的意见 对于诸葛亮的死表现得很高兴 也不为他办丧事 蒋婉等荆州派系 实权官员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在这样政治十分敏感的时期 不管刘善心里怎么想 他的表面功夫都必须做好 否则本来就因诸葛亮之死引起的蜀国政局动荡 将会进一步加剧 更何况他的手里并没有多少实权 刘善自小就学习法家学说 深暗韬光养晦这样的权谋 无法确保自己可以绝对胜利的时候 就应该苟住 而不是贸然动手 再有就是刘善并不能确定李淼的身份 虽然他是一州派系 但如果他已经倒戈 是蒋婉派来试探自己的呢 要是上了当一样会引起猜疑 所以刘善深知不能冒险 就算李淼并不是密探 但杀掉他也是三营的事情 一是表明自己对诸葛亮的尊庆态度 安抚蒋婉等荆州派系 二是李威 让那些蠢蠢欲动的一州豪强 不要轻举妄动 三是惩罚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因为要不是诸葛亮救了他 李淼这种受了刘被关 还要指责人家的人 早不知道死了几回了 结果他竟然还恩将仇报 所以从李淼上书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注定了他的结局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